后人拿起铁锹 剧烈的敲打声 回荡在新决江商圈 近一三十多年的奥斯卡影城 在2月14这天结束影业 有民众还特地赶来 想看最后一场电影 但没想到却铺了个空 以为今天还会有最后一场 来想说今天来看一下最后一场 结果没想到他们是直接 真的到今天就整个都关掉 他算手轮蛮便宜的 对 然后我们就会 三五好友约来一起看 只要有休假我们就一起来看 过来的时候 然后进去问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说昨天才是最后一天 蛮惊讶的 奥斯卡影城是许多高雄 在地的人的回忆 如今回忆只成追忆 影城结束营业 也为上一个时代挂下句点 而如今的新决江商圈 也不见以往的繁荣审况 就像翻书一样 一个回忆这样子 下一页了 以前人几人啊 人很多啊 然后疫情发生之后 开始没落了嘛 对啊 然后看店家一家一家的官 人家门口挂上租售的看板 繁华的闹区在这几年安静了下来 疫情的冲击再加上产业的示威 让许多业者都撐不下去 纷纷关门停业 因为我从小就在这边看电影长大的 然后因为这几年就是高雄 陆陆续续一些影城都关了嘛 那那昨天其实我也有来看电影啦 那今天只是说来再来做一个记录 那他当然影城消失我也觉得很可惜 毕竟是一个从小的回忆 不论是影城的歇业还是商圈的没落 对许多老高雄人来说 心里一定都相当的不舍 因此才会赶在最后一天 相约来回味年轻时期的青春回忆 记者攀居光临嘉义高雄报导 还好